各位早安 歡迎收看今早的天氣報告 我是艾根偉 過日兩天香港的天氣都比較多雲 而且間中有些著雨 如今的情況都差不多 首先看看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可以見到今天在華南河岸 以及南海北部的雲量都相當多 所以預計香港這邊 今天天色都會繼續是多雲為主 而且局部地區還會有些著雨 至於氣溫方面 一起看看外面的最新情況 到今早六點鐘為止 香港各區的最低氣溫是 介乎21至23度 至於今天的詳細天氣預測 預測香港今天會大致多雲 局部地區會有著雨 日間的最高氣溫會上升到26度左右 風方面是吹和緩的東風 至於只有幾天天氣 一起看看電腦的預測 可以見到到明天的時候 沿岸地區的水氣還是比較多 不過隨著在南海北部 有個高空反氣旋慢慢建立 預計到到週末 下星期初我們的天色會有好轉 所以展望方面 預計到明天我們會繼續是多雲 而且局部地區還有著雨 到週末期間我們的天色會有好轉 到下星期初我們的天氣會變得大致天呈 而且天氣會變回炎熱 這一節的天氣報告講到這裡 拜拜